杜丰在囊囊比赛带出了15人参加比赛 偏偏不带手钢队的主地 宅小川跟范子明都是具备这个实力 入选到15人的大名当 为什么杜丰偏偏不带呢 而且经过了商点对比之后 其实杜丰他本次的选人 确实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这么说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点点赞 感谢大家的认可 咱们共同聊聊背后的商点原因 首先聊到第一点 杜丰他在本次比赛带出了15名选手 共同来出仗 尽管说最终我们只能锁定12名选手来出仗 但是杜丰先把他们全部带上去再说 去到当地的比赛 再选出最后的12名选手派他们去出仗 那么杜丰本次的选人 唯独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的 那就是为什么北京首钢队的主力阵容 再次落选了呢 首钢队的核心主力 难道说在四杯的发挥不好吗 难道说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实力 入选到囊囊名当吗 还确实争议比较大了 而杜丰呢 他第一次没有选择首钢队的主力阵容 这可以说得过去 但为什么现在第二次还是没有选择呢 是不是针对于本次的比赛安排啊 杜丰他有另一种想法啊 谈到这里啊 其实咱们对比一下宅小川跟放子民啊 你就知道啊 那么杜丰本次的选人 那么看上去呢 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你首先看一下放子民 放子民呢 他是充当核心的大中锋嘛 但是我们的中锋队员 最终选出来的五名球员 谁的实力是比不上放子民的 好像没有啊 因为呢 胡金秋总体实力够强了吧 胡金秋王哲林 以及呢 沈梓杰 外加上了杭德军 还有周祁大魔王啊 五名主力呢 当当从实力层面来看 真的五名选手都能够去超过放子民的 你说不上放子民 他凭借实力能够超过以上的五名选手吧 确实呢 从实力的这个层面来看啊 放子民落选了本次的 狼狼核心的中锋 也是说得过去的 毕竟你对比起其他的主力选手 没有说有很大的实力差距 很大的一个优势啊 那么杜丰没有选择他 也能够算得上是合理的选择 另外呢 咱们再来对比一下宅小川 宅小川这一个点呢 他是作为中锋的主力权啊 但是 你要说宅小川 他在总体的实力层面 能够超过张正林吗 另外呢 在战术执行层面 能够比得过周鹏 以及呢 任俊飞吗 最后呢 还有阿布兜 阿布兜呢 在本个赛季当中 他的发挥 可以说是很强悍 非常的出色了 他本次的入选呢 也是实至名归 但你要说宅小川 比阿布兜要强很多 那起码呢 目前来看啊 双方的实力呢 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从爆发力的这个层面来看 阿布兜呢 要占据着更大的优势的 所以呢 从实力的层面角度来考虑 那么本次比赛没有选择宅小川跟范子民说的过去 而且呢 最后还包括了另一个层面 那就是球员他们在球场上情绪跟脾气的控制 球场上呢 过去的比赛当中 宅小川跟范子民一度呢 跟裁判之间产生了不少的争议的 而且呢 这也会使得裁判可能会在球场上做出其他的一些决定 因为呢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 如果我们要考虑到 狼狼队伍要去参加面对日本队的比赛 大家都不太希望啊 在球场上一旦跟裁判之间产生过多的争论 会影响到整个球队的 更何况呢 杜丰他本人呢 脾气方面相对也是比较直来直往的 如果他遇到有球员发挥不好 或者说战术执行不当 他会直接怼出去的 而对于范子民宅小川来说 可能他们的性格跟杜丰啊 有可能会进行对冲了 说白了 大家呢 都是强者遇到强者 那么最终会不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呢 这也很难说 所以呢 从阵容的匹配程度 从个人的实力层面来看啊 那么范子民跟宅小川 最终没有被杜丰给选上 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大家认为 陆丰这个选择是否合理呢 关注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认同 咱们下期